开议群众在纽西兰首都的国会大厦外 呼喊着 在毛利语中有永恒的意识 也展现在这场抗争中 不娶不恼的精神 强调坚持和力量 要来反对去年上任的新政府 而这项决策将会限缩毛利人的权益 要确保我们不把我们的国家和人们的权益 队伍中抗争群众拿着毛利旗 也有举着毛利语 尊重条约的标语 更有主人穿着传统服饰 佩戴羽毛头罐和披风 手持传统武器 要来捍卫毛利族人的权益 展现坚定决心 我已经在这里了 过来的时间 不过多的行动 来ру动不够够出国益 没有足够为猴利 我相信 现在我们今天提醒 连结合 rif上 和人和网友 他们的奥法 对我们的主要 提醒 这些财政 我们有得盛因 为我们是 我比较重要的 和学校 我们已经簽红增 在称子 此次的大規模抗議 是來自全紐西蘭的毛利人和支持者 根據當地警方估計 19號當天約有超過 一萬五千人參與遊行 在國會大廈的周邊 也有兩千人集結 紐西蘭的毛利族政策 一直是台灣原住民族政策 制定的仿效對象 這場抗爭行動 不僅全球都在關注 更值得台灣社會高度關切 原始新聞一股肉綜合報導